第三百零五集 听完了他的计划,文王无语地看着他,最后问了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打 不知道,计划不都是拟定的 金飞瑶抬起头看着他,一脸的茫然 不可能,两百人根本拿不下绿叶神剑 光是一个曹子城,就有五万多修士,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 文王扯着嗓子就嚷了起来,这种不切实际的事,随便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果然不是没有办法,银虎王就不能多给点人吗 才两百来人,还不够曹子城的修士塞牙缝呢,他只得失望地讲道 好吧,就按你们的计划先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真是的,你还是做包子吧,这种用脑子的事,不用麻烦你了 文王又慎重地叮咛了他几句 让他千万不要自己行事 文王走掉后,金飞瑶随即就拿出了点试牌 直接向世道经要求去调节城找一家叫月宅的店 告诉店主一声自己找他 现在正打算去绿叶神界 如果没事的话,请他来找自己一趟,有好事相伤 金飞瑶可没忘记,音乐有十万僵尸兵 把节氮气以下的去掉,原因期的也有很多 而且只要有尸体,他就可以练出妖师来,完全不愁没有人手 只是不知道要他出手帮忙的话,会需要什么样的报仇 如果他同意帮忙,妖族应该会出大价钱才对 他们现在不是很缺人手 对于这种厉害,又很闲的帮手 金飞瑶觉得妖族不会拒绝才对 让世道经帮他们传话 金飞瑶和文王他们则带着这两百名的妖族前往绿叶神界 绿叶神界数目很多 这么大的地盘不可能像独树神界那样弄个静置 全封住了 就连比他小五十二倍的核实神界也没有办法弄个静置来 全部挡住 人族只是在边缘地带安排了巡逻的人手 但是对于只有两百人的金飞瑶他们来说 躲着躲着就过去了 绿叶神界上有许多门派的分点 他们第一个下手的对象就是处在边缘地带的一个小门派 派出去巡逻的也是他们的人 这个门派在这里的人不多 也是依附在日月门下的门派 平日小日子还过得不错 但是就在一夜之间 整个门派就被无声无息地灭了 文王一路推进 但是速度并不太快 原因就是金飞瑶一路上必须补充食材 而且好多食材是没有用过的 他们还得一一尝试 所以速度就慢了下来 好在人数不多 行踪并没有被人发现 但是次数多了 还是有人发现不少门派被人毁灭 有妖族入侵的消息 也有绿野神界传开来 没想到 妖族竟然敢来主动侵犯 绿野神界的人族在震惊过后 马上就化为了震怒 等查到了来人只有两百来人后 人族觉得受到了羞辱 你要是来二十名炼虚器的妖族 也许还会怕你 现在只是一群化神妻领头的乌合之众 竟然就敢伸入敌后 还说有妖族陛下亲自前来 妖族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一个化神妻的包子就被封为陛下 完全就是活逆了 金飞瑶现在就处在了活逆的时候 十二个门派组成的一千人的人马 把他们困在了一处树林之中 进入绿野神界 妖族本来就没打算活着撤退 不成功变成人 不在死之前多杀几个人 便觉得对不起妖族 文王让所有妖族都聚中起来 全部攻击一处地方 只要能破掉一边的守卫 就可以突破出去 而在前方 就在一座叫南乐的小城镇 冲入这个镇子中 就可以抢占 镇中的禁止抵抗人族的攻击 金飞瑶双手带着兽宝拳套 鲜血从拳套上流下来 脚下则是一踩一个脚印 如他所愿 人族已经开始知道他的名声 此时有斯明化神器的修士正围着他 血腥的杀法和暴力的拳头 让他们一直不敢太过靠近他 而且最让他们注意的是 还在一直跟随在身边 冒着黑气的古怪法宝 就在那法宝之中 有一个个大包子 人族早已经知道 妖族之中有个包子双煞 妖族的包子双煞带着儿子 一行三人穿梭在了各处的屠杀人族 不管什么时候边吃包子边杀人 就是他们最大的特征 只要在战场上看到他们 一定要先弄死 对于包子双煞这样的名称 金飞瑶知道以后就是乐了一会儿 而文王却痛苦的想死 自己过雷劫化神成功之后 踏上这风光的王者之路没多久 竟然就受到了这样的悲剧 包子双煞带着儿子杀人族 传出这样的话的人 是不是眼睛有问题 那明明是名兽神中期的妖族 竟然说是我儿子 而且金陛下这种人 得有多大的包容力 才能接受他 文王摇头 这种事根本不是自己关心的 他现在头痛的是 这包子双煞的名头 什么时候才能洗刷干净 他可不想以后被同毒笑话 金飞瑶狠狠地奏飞一鸣修士 一只飞剑就在身后 熏雷不及掩耳之势地冲过来 被乌鸦肠亮起的黑光挡住 他回手就把飞剑抓在了手中 狠狠地用力 这把中品法宝咔嚓一声 就断成了两截 乌鸦肠有很强的防御力 但不代表就不会受伤 外伤不容易 但是内伤却避免不了 修士们的法宝一剑就有几丈 或者是十几丈长 飞在空中都是巨大无比 随便一打就波及很广 藏身的这片树林 早就被毁成了渣子 地上被宁剑砍穿的裂缝 深打几丈 火系法术把地面烧出了一个大字的坑 水性的又把地面淹成了烂泥地 如果修为不能相差一个等级 同样化神器的人不是出其不意 在双方都有准备的情况下 很难直接杀掉对方 金飞瑶低头用手臂擦了一下嘴角的血 无声地看着远处的人族修士 对方已经知道他是近身攻击了 所以让一鸣用子母法宝的修士挡住了他 再让其他的修士远远地对他进行攻击 防御过强 金飞瑶进不了身 只要能近身 人族修士的小身板是耐不住他的拳头 当初会想到炼制拳套 除了本身的力量很大适合这东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觉得近了身了 很多法宝和法术就不好使了 自己个头小 法术和法宝都很巨大 如果砸下来的话 可能会误伤到施法人 这样就可以避免直接和对方的拿手攻击对上 这时文王靠过来 哎 怎么样 还好应该能顶得住 他们想阻止我们去南岳镇 得加快速度早点解决 金飞瑶硬的 包子怎么样了 文王问了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没有包子 就没有办法补充灵力和妖力 想要在攻击上压倒对方 还得靠猛烈的攻击 这就得要包子 金飞瑶不用看就知道 石浮地狱中的情况很不乐观的讲道 还没熟 文王顿了顿说 包子的食用 你还是得计划一下 不要随便去把包子吃光 总共才150个包子 手下人多了 包子也就跟不上了 不如你退到后面专门做包子 等包子熟了 你给大家分块包子吧 金飞瑶没吭声 为了节省妖力文王的血精人 已经换成了血兽人了 包子确实能暂时性的 让人不用计较 妖气有多少 而尽情的使用法术 但是包子的数量有限 短时间的爆发还可以 但是如果战事脱长了 包子的提供就会跟不上 严重影响战事 果然还是补灵丹和补妖丹好用啊 他常常的叹了口气 盯着对面那些人族 吃糖豆一样的嚼着补灵丹 金飞瑶觉得边打边吃包子 真的好掉价呀 文王一看他的情绪不对 赶快讲道 你怎么长别人的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打起精神呢 你要想想 你的包子材料随处可得呀 成本比补灵丹要便宜得多 不是特别有钱的人 谁敢像你这样的吃啊 少说废话了 现在你还有这些功夫 敢在这种事 包子都吃没了 对方还有这么多人在 竟然还有空说闲话 文王只得没好气的骂道 速战速决吧 最少也得先进南乐镇才行 不然这两百名的妖族 最少要死掉九成 于是金飞瑶身形一晃 就化身成十几丈高的饕贴 带在双手的兽宝拳套随着一起变大 在巨大的饕贴前爪上散发出了 阵阵的黑色妖气 露在了拳套外面的力少寒光闪闪 中间还夹杂着两根长长的兽牙 胖子这时才明白了 为什么他要弄个拳套做本命法宝 这东西平时带着威力就不小了 现在完全化为饕贴 那拳套就是了不得的大杀气啊 原来本来就是打算人寿两用 果然金飞瑶这样冲进人群中 举起了爪子一挥 本来近身威力财大的兽宝拳套上 刷的就飞出了两道黑刃 直接扑杀了那些人族修士 带起的气浪连地皮都给刮掉了一层 跟在了黑刃后面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出了一块透明的物体 只有两掌长 一会儿化为匕首 一会儿又成为长剑 无事不再偷袭着敌人 搞了半天他竟然还藏着这么多的招式 还装得没办法应付了 文王看着他威猛的样子 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化身期的人魔妖族中 金陛下的实力肯定排在前十 不过比无耻的话 他怕是要排在第一了 而现在就算是已经化身为饕餐了 他依旧把十福地狱背在了身上 一点也舍不得浪费蒸包子的时间 这让人真不知道要说他什么才好 这时在南乐城镇中啊 最高的一幢楼房顶上 撑着白伞的男人正看着远处树林中的这一幕 温柔地自语道 陛下 能和妖族谈下多大的好处啊 当金飞瑶他们还在奋战的时候 南乐镇的静止突然消失 城门大开 这让远处正打着激烈的凶势 最有些疑惑 而且城中也没有任何人出来 里面死一般的寂静 门口就那样静静地开在那儿 异常的诡异 有化神器的人族修士 给下面的修士使了个眼色 立马有两人从战场上抽身离开 向南乐镇飞去 这才飞到了城门处 突然就从空中掉了下去 从城门后外露出了半把白伞 伞下可以看到有个穿白衣服的人 他只露出了半个身子 脸又再散一下 看不出来是谁 但是那身炼虚后期的修为 却让所有的人都惊了一下 这里竟然有炼虚后期的修士 更让双方人都警惕的是 只能感觉到此人的修为 他是不是人足却根本看不出来 但是他站在那儿 却没有任何人出来迎接或是出现 就意味着南乐镇出世了 在场的人根本没人敌过 一名炼虚后期的修士 本来还在动手的人妖两族都停下了手 目光全落在了相距很远的此人身上 只要他流露出任何帮其中一族的心思 另一族就要马上逃跑 半分也不会犹豫 但是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惊慌 他只是愣了一下 就举起了巨大的爪子对着城门口 那人晃了一下张开嘴就喊道 你这么快就来了 那人没吭声却是退回到了城门之后 静之依旧没有出现 城中也没有任何人出现 一股诡异的气氛顿时在人族之间传播开来 弄得人心惶惶 因为那白衣人没有表态 人族有些吃不准 这名恋虚后期的人和妖族到底有没有关系 金飞瑶却直接恢复了人身 拍拍手对文王他们讲道 没事了 人族就交给他去办 城中的人应该全部被杀了 人族愣了一下 突然约好一班刷的就全部蹿了出去 拿出了各种逃命的本事 瞬间就跑了个没影 金飞瑶没想到他们竟然跑得这么快 刚刚明明还占了上风 真是太莫名其妙了 金陛下 你这招很厉害 竟然靠这个就把人给吓走了 趁着他们不在 我们也赶快逃吧 一旁有妖族赞赏的讲道 同样没有把城门后的那人当成自己人 只当是金飞瑶使的账 金飞瑶看着他们不解的问 逃去那儿 我们去南岳镇 我还以为他们也不会来 没想到听到有好处 跑得倒是快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赶过来的 你真认识那人呢 文王惊讶地问道 还以为是他的计谋呢 没想到确实是认识此人 刚才自己竟然傻了 以为他在危急时刻想到了这样的办法 却不想是真的认识 当然认识 他可是我专门给你们找来的帮手 他是个商人 最喜欢亮晶晶的零食和一切之前的东西 你们看下大方点 只要谈一高兴 攻下乐乐神剑完全就是小意思 金飞瑶嘿嘿嘿地笑道 本来带着妖族直接进南乐阵 但是才飞出去不远 金飞瑶就赶快站住了 大家等等 金飞瑶把胖子叫了过来 胖子 你先过去看看 城中还有没有毒 要是有就禀告医生 我们等无毒的时候再过去 胖子应了一声就先飞了过去 倒是妖族无语地看着南乐阵 毒 过了一会儿胖子跑回来 对着金飞瑶点点头 有毒很厉害 他让你们先在外面等等 两个时辰后 毒气就会散去 到时候再进去 现在进去的话 中了毒 他可没有解药 骗人 怎么可能没解药 金飞瑶嘀咕起来 不过也没有贸然前去 要是真被毒死了 命可是自己的 在城外等了两个时辰 胖子又去查看了一趟 才很肯定地跑回来说 城中没有毒了 于是由金飞瑶带头 一行人就进入到了南乐阵中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神石扫过去 一路上连具尸体也没有看到 这南乐阵的虽小 可是也有近两千名凶士的 现在却连半个人都没有遇到 看来真如金陛下所说 人都被那名列虚妻的凶士给杀掉了 而金飞瑶往左右张望着 最后指着胖子问道 你刚才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收掉钱困带 我哪知道 我来的时候 他正忙着呢 你也知道 不管是尸身还是魂魄 几乎所有的东西 他都有用 现在半个人也没有 应该是被他全部收走了吧 胖子知道金飞瑶的意思 他八成事前音乐 没留点人给他 但是也不想想 音乐出手的话 怎么可能还会有活人 而且被音乐弄死的人 连自己都不敢碰 放在那儿 就算是让金飞瑶去捡乾坤袋 恐怕他都不敢下手 清脆的铃声响过 音乐突然撑着伞走了出来 在这些妖族面前 抬起了伞露出个脸 妖族愣了愣 那几名化神器的妖族脸色猛的一变 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几步 他们这么一往后退 金飞瑶和胖子就站得显眼了 金飞瑶便莫名其妙地回头看着他们 你们干嘛呀 汉拔 他是汉拔 文王案子传音给金飞瑶 随同着大家往后退了退 一看那样子 就是不想靠近音乐 这个我知道 干什么呀 看他们惊慌的样子金飞瑶摇头 向音乐走了过去 但是一脸呆笑 嘿嘿的就走了过去 音道友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等你等得好心急啊 得到你的传话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只是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妖族陛下 这些妖族不错 这样的地位也给你 音乐民嘴便是温柔的笑道 金飞瑶朝他摆摆手 一脸的不愿说 什么这样的地了 这陛下除了出力 根本没什么好处 而且我当上陛下 还不是因为你懒得去弄 灵箭油尽尽 那东西 让妖族能够上神级箭 这天大的功劳 要是不给我做陛下 谁还能当陛下 这么说 这里面有我的功劳了 音乐眼睛微微的一迷 这让金飞瑶的心惊了一下 这是他准备阴人时的习惯动作 可不能让他把便宜 站到自己头上 于是金飞瑶赶快靠近他 低声讲道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 我现在是为妖族办事 也算是有身份地位 只要你肯帮忙 妖族肯定会答应你提出的条件 你不是还在找恢复黄泉灵界的东西 也许妖族这里就有 直接让他们出就行了 你能给妖族做得了主吗 音乐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他 偶尔会用眼睛瞅一眼那些妖族 每次只要目光扫过去 都能把文王他们看得往后退了几步 这个主要是做不了 但是可以帮你说几句话嘛 你瞧瞧 只是扫一眼 他们就吓得往后退 可见你的肩上的名头 真是太大了 连看一眼妖族 就能把他们吓退出去 都是怕被你黑到吧 金飞瑶扎扎嘴 看了一眼都退出老大一截的文王他们 竟然被吓成了这个样子 真是有够胆小的 一直都只是微笑的音乐 听了他的话 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然后拍拍金飞瑶的脑袋笑道 他们可不是怕我这个奸伤 而且怕我的毒 所以不敢靠近我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吗 大哈 随随便便 就往汗拔的身边挤吗 可你也没有整天把毒到处放呢 只要不得罪你 怕你干什么 他又不是没事干了 只要有人路过 随手就把人杀死 哪有这么可怕 大惊小怪的 金飞瑶从上次被音乐摸过脸 没事后 就不怎么怕他了 所以这回被拍拍头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反射性地跳起来 倒也习以为常 只当是被普通人给拍了头 音乐笑而不语 伸出苍白的手指就指使着文王他们去把禁止打开 然后告诉他们 整个南乐镇现在一个人组也没有 可以白送给文王他们做据点 想要清理还是防御 随他们的便 交代完后 他才问起了金飞瑶 要让他帮什么忙 金飞瑶才不信他知道现在的局势 还不知道自己叫他来干嘛 明知道他这是想给自己提价格 他也不直接说明 而是想把那几名化神机的妖族叫过来 自己毕竟只是挂个名头的陛下 算不上真正的妖族 所以叫他们来一起商量要好一些 但是没想到的是 妖族竟然把这事给托给他了 谁也不肯来商量这事 金飞瑶一气之下 把文王给提了出来 当初可是说好的 文王要保护金飞瑶的安全 所以现在叫他陪着自己 一起和音乐商量事 也是应该的 文王是骑虎难下 只得硬着头皮跟着金飞瑶 尽量的站得远一些 好在音乐也已经习惯了 所以并没有过多的理会他 而是仔细的听着金飞瑶给他讲 想请他做何事 听完之后 他带着熟悉的笑容 开始缓缓地讲了起来 这件事倒是没问题 我可以提供师兵 帮你们夺得绿野神界 如果有需要 包括别的神界和日远门 我也可以帮忙 可就是怕妖族 接受不了我提的条件呢 你要提什么条件 金飞瑶好奇地问道 感谢观看